然后保护的社工 为什么都是年轻的店在做 为什么不是一线老的社工在做 他们都几乎都退去二线或三线吃了 其实有些社工 他们其实没有家庭的品质 在资源这么有限 或者是整个体制还不是那么的完善 所有的责任跟过错 都搬在社工的身上的时候 就会把很多社工都逼退了 6月27号周三晚间10点 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 一个人吐一个刀